这里是七九电台 七九七九一聊一宿 大家好我是小韩 我是盖盖 我随便坐的是弥勒佛 胡姓刘先生 胡姓刘先生 今天是二进宫了吧 你得算是好 对你这算是二进宫 你说吧交代先交代 我们先不问别的 怎么回事 刚才弥勒佛的事 我是出来之前刮了一下胡子 然后刮胡刀 我又试了一下 刮了一下我脸上屁脚 然后一下刮的特别来劲 你把头拿下来给大家看一下 你把帽子摘一下 真的 你这也不应该算是刮胡子 你这叫背皮 越来越刮越来劲 我一开始是出来之前 你应该把眉毛也刮了 眉毛怎么还留着 这不专业 看跟个蛋似的 刚才我还跟你在聊这个问题 说其实刮光头要比刘短发还热 对吧 就是有点头发 它还有个空间去像水箱散热一样 这种过程 但是特别上瘾 你知道吗 你看刚才咱们聊天的时候 一直在摸 所以头发刘就是剪短了 像我们这种特别短的 你就回不去了 就很难去留长发了 所以你上周就是骑摩托车 包括开卡丁车输给他们 就是因为头发太重了 有风阻 对 你戴头盔 他手在剪重 你知道吗 他给自己在剪重 对 因为最近小胡一直上我们的节目 不管是我们视频节目 还是音频其实是第二次 对 不一样的感觉 你更喜欢哪一种 我觉得 比较有 我觉得还是有画面感的 就更好一点 但是这样的 就是不一样感觉 你可以离近点 要不然声音感觉就有一些小 对 这也是真是 今天我感觉就是看见在直播间里 又看见小胡同学 然后这两天你感觉 就是在这个你们玩这些项目中 找到了一些自己的心理内心深处的一些东西 是不是 没有 他是丧失了很多东西 因为原本是很有 多有冲劲一开始 对 他各种不服 对 小胡 小胡现在有一个特点 他是用自己的业余爱好来挑战大家的职业 对 他现在是这样的 Wincent是真让我没想到 那个疯子就是 你跟他比比别的 比了 你跟他比吃素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大家可能有些我们电台的观众不知道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们的太太乐乐的视频节目 YouTube Port Bilibili 金金头条上面可以搜太太乐 THAI 他是太太的太 乐是欢乐的乐 不是太太乐基金 这淘宝搜不行 你就要去各大视频 可以看视频就可以知道我们这边的生活状态了 然后今天其实这个主题是小韩想去聊的 其实我后来发现我们每次定个主题 结果聊东西 都是跑题 我最终每次剪完片子 下标题的时候都是根据内容去下 对 就是我们聊什么是什么 这期主题就看聊完什么再定吧 对 因为小韩本来想今天聊一下关于朋友这个话题 其实朋友这个话题说大很大说小很小 其实这话题说心里话很难聊 很难聊也很好聊 因为每个人都有朋友 每个人都可以去聊一些 但是就是说每个人对朋友的定义不一样 那我先问一下 就是你们现在对朋友就什么样的人 你能觉得是能成为朋友的 可能我聊完这期就没有朋友 也许 我们就几个词 我朋友听完这些都不和我联系了 因为刚才我们在做节目之前 有一个我们视频的观众在跟我说这个问题 他怎么说呢 他说我现在感觉就是朋友越少 越简单我越开心 因为他也是在海外生活的 他现在就跟我说 我现在就是朋友真的是越来越少 但是我觉得越来开心 你们有这样的感觉吗 这个是我觉得是跟年龄段有关系 你应该说年龄段有关系 十八九岁的一小伙伴 你说朋友越少 他觉得你脑子有病 人家正是社交那阶段 但是你到了我们这个岁数 对不对 然后就开始就是精简自己的朋友圈 然后呢 像今年我这过年 我连个拜年都没拜 基本上就都没发过 有的就是朋友 好多朋友给我发信息 然后或者是什么的 我就看见了 想想来回就回 因为拜年这个东西 我是觉得这样 往年也是这样 就是大家都是会群发消息 但是一般群发我都不回 这叫硬性社交 但是如果说你在群发消息里面 或者说前面加一个盖盖 或者Gary什么 他加上我名字的 那我是避讳的 但如果是纯粹就是复制粘天那种 我可能就 您哪怕就一句话 咱别就新年快乐 年好都行 对比如说刘旭新年快乐 我就觉得特别真诚 但是你发是发很长一段 但是里面没见到一个关于我的 我不还给你们看了吗 我那个有一个人 给我发了一条信息 然后呢 他跟他元旦 然后正月就是什么 8月15 就类似往前倒 把他给我发 我从来没给回过 就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 就是那每一天就改了一个日子 那太不用心了 就像完成任务一样 就改日子了 对不对 但像完成任务一样 那你这种我还不理他 那改日子 他是所有的朋友都一起改一个 他改一次吗 他可能也忘了 他那个就 通讯录里有我这件事 对我觉得就 就就其实很简单的 就大家发一句 哦 游戏 小韩 节日快乐 中秋快乐 国庆快乐 对吧 新年快乐 我觉得就很真诚了 我是手懒 我是 朋友用不着这些 您真诚朋友用不着这些 你说是 对 咱们也没互相拜年 我基本上最好的朋友 也不会发给我 我也不会发给他 这你去 真正关于好的 卧槽 一发这个感觉就特有病 特生分 卧槽 卧槽 什么情况 这个感觉就像我上次说上海话里面 如果我跟你说话 说您 我就感觉特别生分 就是特别见外的那一种 卧槽 对吧 北京如果要是好哥们之间带您 这就要不然就是要查起来了 行个儿没有 要不然就打起来了 是吧那也一样吧 不是不一样 不一样 你们也跟长辈都不说您 这个 我们没有这个词吗 他没有这个 就是咱们这平辈拿说您什么 您什么 对不对 平辈没有 都是跟长辈说 除非就是要合起伙来 恶人一个人 然后马上来一个您 然后大家就都 像中的状态了 因为我是有一个刚才小汉说的年龄段的问题 我是有很大的感触 我在20岁左右如果玩摩托车的时候 不管玩摩托车玩什么东西 反正就感觉谁都认识 就认识的人越多越好 比如说我们跑到哪里去聚会 谁都认识 打个招呼 你好你好 就感觉特别厉害 对 就好像交际特别广 哪都认识 但是你到后面年纪慢慢大了以后 经历了一些事情以后 你会发现 你没有事情的时候 或者说你特别辉煌的时候 你认识再多人都不算什么 你落难的时候 有人能帮你来玩 那才是真的朋友 没意义 真的没意义 怎么说呢 就是你看现在就这种平淡的状态 好像你想玩什么东西 你就有一个小圈子 自己玩会得了 就哪怕就两个人吧 就比如说我跟刘旭 或者跟小孩两个人 我们昨天去收辆车 这过程也挺开心 我都想把它拍成个短剧 昨天真的是 太感触了那个东西 对 咱简单就是聊聊天 也就是说说这个事 我们俩昨天就买了一辆摩托车 他又新买了一辆摩托车 这个摩托车刚开始 真的我也没太在意 你也没太在意 咱不就是买个车 我挺在意的 那个车其实我挺喜欢的 不是 就说就是心里 或者没在意卖家 没把这个交易 当什么特别的一个交易 对 就是买个车 但是卖车的人 就跟卖孩子一样 真的 哎呦 真的是 我就开始 我是觉得他续道 我这人怎么这么续道 啰啰啰啰嗦的 卖个车 是他谨慎还是怎么样 他把所有事情交代的特别细致 我们就说 行赶紧给钱走吧 他又不要 他不收钱 一直在给你讲这车 他弄了什么 然后就这个真的 就感觉这车就他亲生的一样 那的确是他亲生的 这个 他这个就真的 他亲儿子这是 哎呦 真的 结果昨天晚上 卧槽 咱们感觉买了一辆车还挺心酸 对 真的 我就很感动 你知道吧 昨天 多人所爱的那种 对 对 对 抱着开玩笑的态度 然后还一直 就我们俩还在那 就取笑这个事情 到后来就觉得 哎呦 我就感觉 我太弟弟了 就是那种感觉 就是用我的这个思路 再反过来 去想着一个爱车的人的这个心理 对 就感觉我特别的 狭隘 就狭隘了 狭隘了 因为他会帮你 他会帮你所有的全部关掉 就你车停下来 邮箱开关机的关上 然后有什么问题 这个邮箱不能加过多少 然后他会骂 就是 就是没过这个邮箱盖会出来 怎么怎么怎么 就特别特别细致 后来回来了以后 那哥们含泪送着他走的 对 不停的拍照片啊 什么 然后我本来我就想 因为我也特别喜欢那辆车 我就想我今天交完钱 我今天必须把这辆车给开走 你要不交钱 他真没准就反悔 然后我跟他说 然后他说 钱今天先不要交 他说你今天一定要开走吗 我说我今天一定要开走 他说能不能明天或怎么样 我想他这个状态 明天可能就不 我也跟他说 我说他们可爱 就翻来覆去拉车屉 你赶紧 他说我这绿板都在我手里 我不给他了 这好卑鄙 然后他其实说实话 他交易过程中 就是说这辆车是十几万 然后我跟他说我把钱全给你 然后今天我就把车开走 然后他反而跟我说 他说你先付给我十万 然后等过完户以后 再把其余的给我 今天车你开走 因为不是说我跟他讨价还价 我已经跟他说我把全款钱给你 然后他为我着想 他说你还没过户 你先把那个十万给我 然后你把车开走 剩余的你过完户以后再给我 就这种 开始我们俩还在那就说 讲点价 或者什么 到我看 我不好意思 真不好意思 我都劝他 我说不讲了 咱 对不讲价了 他要多 想给他多少钱 别讲 真的 我都不好意思了 这个东西 就是所以我想拍成一个短剧 就然后回来了以后 他还不停的给我发消息 对 他说感谢你 感谢你在我婚姻期间 当然我是那个谷歌翻译的 就特别生硬 他说感谢你在我婚姻期间 把这辆车给买走了 他说我其实有很多改造计划 但是我还没有完成它 但是我有绝对的理由 要卖掉它 因为他老婆怀孕了 然后现在疫情期间 可能经济在各方面有点问题 他说我 我就是希望你好好对他 什么真像卖儿子一样 他说你等我一会儿 我会整理一下 这辆车所有的改造过程 都是一个个故事 发给我跟小汉 50多个照片 对我跟他就吃饭 就10分钟左右 我 视频带照片五六十张 不过咱们以后可以和他成为朋友 就是你再改一改的时候 也可以再给他发还过 这不刺激人的问题 你这属于这个 而且而且这个东西 还是在心心念念的 你问他 他那个人就是痴迷这个东西 就爱这东西爱到什么程度 他把这车拆散了 包括车架车把什么 放在他床上老婆躺那边 他在旁边躺着跟那个摩托车拍照 这样 对我发裙里面 放在床上 是他 对啊 就这辆车 我以为你在忙 没有没有 就我这辆车 就他躺在床上 他老婆躺的这位置是辆摩托车 就我现在这辆车是躺在这边上 这是真爱 这哥们 你说谁没事 我买车 把车推家上床了 这车 我天 天哪 就我特别感动这件事情 这个就真的 你 咱们是买这东西 可能就是一个玩具 是 在他的这个可能是一个伙伴 他把这伙伴卖掉了 对 就是他很难过 对 因为他他自己说 他说我们 我有足够的理由卖掉他 那这个翻译比较深厉 我觉得就是他因为迫不得已 因为经济原因 什么 他说我要卖掉这辆车 我以前就是觉得这个东西 真的也就是看看电视 听听小说 可能会有这样的 就当我那个真实场景 就是碰到这个人 然后经历了他这个 昨天那晚上这点事之后 就他这个事情很小 但是我被震撼到了 就是真的是 心灵受到了震撼 我们现在说 可能一些观众 或者你听的 还没这么大的感触 但是我们昨天在现场 他的那个表情 那个状态 我真的我不忍心 到后最后 我要开走的那一瞬间 他又把我拉住了 我想怎么反悔了吗 他说你等会 他说我手机没电 你等一会 他去问他朋友拿了个手机 然后拍了个视频 拍了个年 就我开的这辆车 走了离开了这个视频 拍了一个 我那时候就感觉 真的就夺人所爱 那种感觉 你知道吗 你眼睛也够毒的 这个真的是 我跟你说 就是 这件事真的 我 昨天就是感觉 我想了好久 我就没事 我就爱琢磨点这些 就是事 然后我就想着一个 朴实的人 然后他自己 花了很大的时间 可能就是他 自己全部的这些积蓄 对 去搞这一个东西 然后用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然后把这东西弄好 然后记录下来 他又遇到这种 可能这经济问题 生活所迫 对 他就把这东西 自己心爱的东西 给割舍掉了 因为他跟我说 原本他是准备 永远不卖的 这辆车 永远陪着他了 就是因为经济原因 对 他老婆怀孕了 对 因为我们昨天还在讨论这个问题 说怀孕了 你至于就卖一辆车 能抵什么 就后来我们想了一下 如果说对于泰国人来说 你没有怀孕 没有这种突发的这种事件的话 你可能我今天我就少吃点 或者吃的稍微差一点 对吧 那我生活还能照样过 我这个东西会留着 但是你如果生了孩子以后 那的确是很大一笔开箱 对 孩子有奶粉 奶粉 尿布 这些东西 对 所以可能你的经济条件也不一样 没法站在他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的经济状况 跟他们经济状况是不一样的 可能我们觉得一两万没什么大事 也不挡风 就因为咱们有存钱的习惯吗 可能他们更多的是 即时行乐那种感觉 这跟存钱习惯也没有 就是我们对钱的概念 跟他们不一样 还有一个就是 我真的从小到大 没有什么一个东西 能让我喜欢成这样 就没有过 就这一点我上次跟你聊过 他是离开 比较超脱的那种 就是我们两个还算 自己就苦过的 就是我们有共同的 在电影院打工的经历 最后都在一个厂牌的 对一个厂牌的厂牌 一个电影公司 一个电影公司 下面院线的电影院里面做过 所以说我们知道那种 穷的时候的那种感觉 对吧 就是你可能就是说 我想要什么 家里就买吧 但是反而这样 我觉得可能你得到的快乐 会比我们稍微少一点 因为你得来太容易了 不是也挺快乐 但是买东西比你多 这就是你可能就这个事情 能快乐很长时间 我是只能 马上就另外一个快乐 不快乐 先再买个快乐 你发现没有 就比如说买一辆哈雷 可能我那时候在上海 因为上海牌照什么也贵 感觉我可能近期 买一辆哈雷 好像特别难什么 等到你真的有这个东西了以后 其实你的快乐 并没有你预期想的那么多 你得到他的时候 买了我的车 我还真挺快乐的 我每天从家后门一出来 我都摸摸看看 当然我没有说天天打蜡 但是只有他能进我的院子里面 对 他们的院子里面 停车库里面 他的汽车都没资格进去 汽车在外面 那个淋雨 然后他的摩托车在里面 放着 因为我那院子 如果要 你不能让摩托车出去淋雨 我也这样 如果要把摩托车和汽车 都搁在院子里边 那个院子就显着拥挤 但是他只能进了一辆 我就让摩托车进来 因为那是真是我喜欢的东西 那东西没法淋雨 对 确实也没法淋雨 舍不得 你那个东西 是这样 车是个交通工具 你摩托车是个玩具 对 就不一样 那我纯把他当场代步 对 对于很多人来说 摩托车可能也是个交通工具 但对于喜欢车的人 他就是一个玩具 我心爱的 很喜欢的一个玩具 对于那个卖我的前任的车主来说 他就是一个 那是哥们 对 一个小伙伴 我感觉 那是他伙伴 真的 就真的 感觉就是 昨天就是 要是假如说他真不想卖 咱们要把这车硬买过来 就有点欺负人了 对对对 咱们也强买强卖 但是你如果不买他的车的话 他急需等着这笔钱用 他是真要出售这东西 用钱 所以咱们这个也是变相 就是帮助他 帮助他 但最终就是说 你能找到我这样的卖家 我能好好去对他 我真的也喜欢这辆车 总比买回来 就买回来就不管了 放在旁边 我觉得他在这些信息的时候 他也在反复的确认 你是不是一个爱车人 如果说真的我就觉得 我回去就给他嘎嘎嘎 我都全中换了 其实我觉得他 还是有反悔的可能性 当他发现你是也是一个 也是一个玩家的时候 你会好好照顾他的时候 反倒他会很 因为我也发了很多照片给他 我的摩托车 我的头盔 我的什么 他也看到 我也是喜欢车的人 他也想我们这 他妈是个贩子 回去就给你嘎嘎嘎 所以我们说这个问题 其实也跟今天主题也是一样 他车对他来说也是一个朋友 对 对吧 就是你看像这种 好多朋友 你家里还有好多什么带毛的朋友 就宠物 就这种感觉也是不一样的 宠物也是 就是我现在不太愿意养种虫 就是一旦生病啊 生身离死别这种状态 我就特别特别受不了 所以他养了个乌龟 送他走 乌龟能送我走 我特别大条那种的 就是我们家猫那会儿肾衰竭 就是撒不出尿来了 但是我还老觉得 可能当时就是也结局一点 我就扛碰就好了 扛就好了 我扛死了个人家 我老婆都他们这样了 别赶紧走 最后人家说 如果再晚送一天 基本就憋死了 然后看他肾衰竭里边 有一个指数都已经爆表了 然后当时就直接穿针 穿到肚子里把尿引出来 那一下 他可能就有点如释重负 就是稍微的舒服一点了 路憋的 对 当时确实也基本上花了 花朵 赠光毛镜的 但是最后救回来之后 我们还是特别的开心 因为钱能再赚吗 他没了就没了 是 对吧 所以有的时候 我也是一个特偏执的人 但是听听别人的意见之后 可能结局会更好 对 真的是这样 你看像家里 我也是 那天我就在那想 我就看看我家里那小猫 我就看看他 我说这个 我自己在想想 过了那么十年半年的 他要是没了 我估计我心里可能得 得就是很不舒服 那肯定 我就跟我老婆还说 我说你不行 这差不多时候 给我续一条 再买一个 对不对 这买长差不多 或者 这关键 他就淹了 他也就 没有淡 他就没法也留个后 什么的那种 对吧 我淹了之后会开心好多 我们在那猫之后 之前就是 没做绝育之前 就特别的 就是也 嘖嘖嘖哇哇叫 然后哪儿都 哪儿都拉了尿 做完之后 特开心 蛮长跑 真的 有的时候 也是先入为主的观念 觉得我 他就 少了一个欲望 欲望越少 越开心 对吧 就这么回事 所以我刚才 回到那个问题 就是 我们现在则有的标准 肯定跟年轻人 年轻时候不一样 因为年轻时候感觉 你但凡就是 是个人就行 对 是个人就行 然后今天聊两句 刚认识你聊两句 哇哥们 亲兄弟好久没见了 那种感觉 能喝 是吧 我们喝到 我倒一直不太喝 就是反正 喝气水 那么只要聊到 某有一个话题 跟你接近的 比如说我们两个 都在同一个电影公司 下面能做过的 哇我们就是亲兄弟 那种 但现在不会了 现在基本上 我会定义 我现在会有 很多的教育洁癖 就可能说 合不来的 就不要勉强 是 你累他也累 对合不来 就没必要 就没 其实本身 大家年龄大了之后 发现自己的时间 其实会被很多 其他东西 我每天要多 自己玩时间不够了 我还跟你操这些 昨天他不在跟我说 他说在这边 玩的好累 就是每天就好多安排 明天我们又得出去了 对吧 去骑骑车 然后喝咖啡 然后过两天 就是BB蛋 就是BB蛋 还有迷尼拜 马上到了 你知道吗 我真成复杂了 排期排不开了 我这天天的 在这两天 迷尼拜要到了 这也又是个事 真是 那就是我的收藏 真的 你要说咱们玩玩 咱就扔车上 咱就玩去 那个东西 扔哪上能拉走 我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一个很小的 很小的一个迷你车 可能我们 我们后面会拍视频 大家可以去关注 泰泰乐里面 我们的视频 它有一个名字 叫Pocketbike 对吧 Pocket 口袋 口袋车 你就哪都能放 就很小 就你放后备箱 一放就行了 就走了 就很小一个摩托车 我都不知道 什么东西 然后他说 咱买这些 买吧 你不知道 我就不知道 它是什么东西 多大多小 因为我跟你说 跟我在一起 有一个好处 就是你会找到很多乐趣 你不知道咱就花钱了 对 有个坏处 有个坏处就是 你得花好多钱 那还行 那还行 就不是那种够狭话的 真是 他买那东西 真是我自己统计了一下 我自己有的时候 我在这样琢磨一下 他就买点那乱七八糟 也没什么用 玩两个都不玩了 我买什么东西 没什么用 你告诉我 好多东西都没用 什么东西 你刚说 你那个车顶那架子 我有用 因为我后面 我要买船 你看 你看又要买船 你听见了 买船 哪滑 咱就都玩他那船 咱中国等的 博海湾 你等他回去 你过来 这边玩船的地方太多了 湖啊什么好多 对吧 鲁冰讯漂流计 盖个头漂流计 咱们要是买三个 那皮花艇 咱们这么滑滑 我来捡你肚子 那自行车买完又不骑了 我骑啊 你们买的 我是天天骑 基本上 你骑 你没叫我 我自己骑啊 你知道我不骑吗 你以为我不骑吗 我 他这天天怕 让你那天天怪 我还不骑了 我什么时候叫 我自己我也骑啊 只是我骑 你不知道而已啊 对 最近天也不太好 确实天气不太好 也热了 不是 他白天热 然后晚上就是这个雾霾啊 哎呀 你骑自行车这个东西 你别 我都玩了十几年了 嗯 我不可能说 我买一个东西 我就不玩了 我不可能玩十 不止 我95年到现在几几年了 95年 05年 15年 我都二十几年了 我都玩了二十几年了 你跟我说我不骑 我买的不不起 我想还有什么东西啊 嗯 算了 不想 你想吧 挺多的 我买的东西我都玩 除非就是我不喜欢的东西 我就不买 就比较 就比如说游戏机 对 比如说游戏机 那个我 那我就 我买那个 就是基本上 就太玩了 天天玩 但游戏机这个东西 我自己知道 我不喜欢 不是不喜欢 就是说我没有这个常性 我可能玩游戏 我就十分钟 二十分钟 我就不想玩了 我还是想出去 不是 还得有人跟你就刚啊 比如四眼子 这一叫起进来 那就真能打毁了 也不会说 那就二十分钟 你拼一把也就二十分钟 不让怎么来 不让怎么跟下棋 也再来一把 但我对这个东西 我必须得有 你发现 我的兴趣都是在轮子上 对吧 我的兴趣都是在轮子上 我哪怕你说 我那辆小猴子 我放在那边不骑 但我不停的在改 就改 放在那边 我都特别开心 每天擦一擦 都特别开心放在那 就在录音室门口 他的那个 就是卖他那车 那哥们 可能他没这么过分 但是也是这种人 对于我来讲 我就还真不是这样 可能他当初想法 就是能够 还有几天 让那车陪着他 你的一下过节 因为我是这样 我买进来的车 我不愿意卖掉 就是买 买回来的车 我都会花心思上去 就包括你说 前两天我们再说 我那辆795 你说你又花钱 去改那个东西 就是这个东西 对我来说 也是个我的朋友 我的伙伴 就一般来说 我都不会愿意 让别人去骑他 你看我坐垫又去改了 对吧 那个刹车啊什么 我会愿意花钱 去上去那个东西 所以这个东西 我买东西很 会意识兴起 但是我 我会想一段时间 就比如 你发现没有 就是买东西 通常晚上的 这个欲望会 冲动会特别大 太大 特别晚上 所以我现在习惯是什么 晚上看到一样东西 我放入购物车 我不会下单 因为晚上下单 跟第二天下单 它是同样发货吗 我会到第二天 然后睡醒了以后 我再想这个东西 我是不是还想要 如果我第二天 还想要的话 那我会下单去买 尤其是像他这种 我跟你说 他绝对不是 头一天看见 这当天下午 看见他晚上拉 我就去买去了 礼拜 礼拜日 咱们刚跑完了 他说他要换坐垫 礼拜三 过去取去了 上古车里 他这个说了 行动一会 这个说了好久 年前他就跟我说 他没去 我想做的事情 马上得做掉 我不会去拖 除非就我不想做的事情 你要让我换一只东西 我可换可不换 我也没觉得 也不冷气 就是这东西 我也没多喜爱 咱那BB弹的那个 所以你还不够喜欢 对 我是确实不够喜欢 但我是真的喜欢 我是就对这些就差着 因为这玩的东西也太多了 我得天天 我得就最近 天天得打那个破玩意 天天 哎呦天哪 买了这游戏机 可给我苦恼坏了 真的 这游戏机 真的是太苦恼了 玩游戏 特别生气 就感觉这也是我的朋友 真的 这个也算我的朋友 我来到这边 开始觉得 就是游戏这块 就是没有那么重要了 当然在里边 天天就手有板 就打 但这边有好多 因为你在 有时候我们 比如说 我们在国内生活的话 你除了上班 你其实业余的时间不多 因为有时候要加班 什么 那你说 说难听就回家 最方便就是打开游戏 或者打开手机 玩一下 但这边相对来说 我们现在就节奏比较慢 我时间比较多 我可以有足够去玩 其他的东西 我是觉得在国内 玩游戏的成本 相对还比较低 你看 我还是比较喜欢运动的 如果跟我哥们一块去 打羽毛球 好像得100块钱一小时 对 80 100的这么预定 所以你这样比的话 玩游戏就便宜 对 我在那坐着玩会儿 我打三场 我买张盘 我自己买着卡带 我自己能玩好 这边好像就反过来了 你看我现在又把小区的 那个专属的会员卡办过来 我游泳又很便宜 我就好多闲钱 我就能干那些便宜 因为我们国内游泳 什么这种健身 或打羽毛球比较贵 这边打羽毛球 你找个 不找个专业场地 就空地太多了 你随便拉个网 迪卡都买个东西 而且这边好像风没有特别 没有风 基本没什么风 打羽毛球 就还是要在室内打 室外打 就是挺 就是好多 就是威风 一点你感受不到的那种 就有一边占便宜 是吧 一直有一边占便宜 影响还挺大的 这个东西 这东西毕竟那个小球体这么轻 他是一点球类运动 他也不玩 没事 等那个风往这边吹的时候 我就一定站这边给你打 他喜欢玩鼓掠 就玩轮子 我喜欢就是 健健身玩游戏那种东西 我就喜欢挑战你们的强项 就每天 要跟我去比赛唱歌去 然后你干脆 你跟他就比纹身 行摩托车你输了 你再跟他比比纹身 你得给我唱服了 唱服了就一切都好说 但是现在你没跟我唱 我就觉得我就不服你 行行 你就是这样心里存在点 不服挺好 你又不跟我差了 故意了 弄服了你得罪人 这东西 这现在真是 就刚才咱就 我刚才又说的这个得罪人 也是这个话题也挺有意思 这个朋友这个东西 你不知不觉的会得罪一个人 如果你跟他关系特好 如果你要聊到一个特别具体的事件 当初你怎么对这个人的感觉 就特别好了 他会又显得有些片面 但是如果你跟他关系不好 如果咱这一点出来 你又不想告诉他 其实我跟你说 这个话题 就大家都会碰到 但是我现在这种是碰到这种事情 我就看的特别开 就那合不来 就那不合 就我现在的 可能有些人就会觉得 我比较太极端了 因为我是觉得 我不会做那种什么 做人留一线 日和好相见 因为这个问题 我们上次跟你聊过 他还得坑你 对 就是如果说我不想觉得两个人合不来 我们也不说谁对谁错 或者就是合不来的话 我觉得这一辈子都不会合得来 那也不要去日和好相见了 那见面就打个招呼就行了 就要点个头 那就对吧 都很礼貌了 点个头 那就可以了 对吧 就也没必要去 因为我觉得我们以前很多的一些观念 当然也不能这么极端说 可能说有些在商业场上 那些你还是要 可能要 要迎合一些 那是工作 但是如果说我觉得朋友之间 如果合不来 那就不要合了 对吧 就不要去勉强 你也不舒服 他也不舒服 大家都不舒服 那就不要合了 不能拿那生活当工作 对吧 但是工作里边 工作的期间 我才遇上我现在最好的哥们 并不是说 从学生时代一起长起来的 会会关系的一直这么密切 因为我现在我是觉得 我如果交友的话 我有几个标准 刚才问了你们 你们还没回答我 我有几个标准 一个就是你必须要是一个很真的人 你不要去 就之前我们节目里也说过 我不喜欢别人才来迎合我 我也不会来迎合你 你是什么样 就是什么样 我是什么样 就是什么样 我就给你看 你也给我看 大家真实状态上 觉得合得来 那就合 如果是你来迎合我 那可能之后会出现很多问题 我来迎合你之后 也会出现很多问题 对吧 就从朋友的层面上来说 大家都真实一点 没必要 一辟俩晃 你还天天猜 他累死了 天天本身就没那么多脑子 所以我就觉得 大家直一点 我有什么话就直接跟你说 你有什么话就直接跟我说 这就是朋友 直来直去 对吧 哪怕就是说 我说的观点你不认同 那是我的观点 但是不影响 就是我们之间的 我们讨论一个问题 可能你觉得可乐不好喝 我觉得可乐特别好喝 这不影响我们之间关系 只是我们对这个东西的看法 但我觉得这样的一来一回 是很有趣的 从专业角度下 专业的聊专业话题 我会反驳的比较少 但是你要跟我扯别的 咱们可以掰式掰式 对 这个就是聊天的一个过程 我以前一个朋友跟我说 聊天是为什么 聊天就是为了长见识 人活着其实很大一部分 也是为了长见识 就是每天去吸收不同的 我不知道的东西 新鲜的事物 对吧 我跟你聊天也是 就是我能知道 你知道我不知道东西 就包括昨天小红红来我家找我 我突然聊到音响上面的事情 聊到耳机 我会发现我搞他也对耳机 对以后可能想听的音乐 都有一个未来可能会要 要建一个类似于小的听音室 对刚才我跟你也在说这个问题 如果我们没做这个节目的话 这个房间可能就是 我会做成一个影音室 自己一个人就放一张这种太空沙发 放在这边 蒙一关 放一屋卷纸 这段掐了别拨 这个影响不太好 因为对于音响 脑子里边就有两个画面 就是一个梁朝伟 一个刘德华 他们进到音像店 然后高音田 中音准 低音稳的那种 一个是这个给我的 一个憧憬 就是特别想做的那种 特别专业的这种听音室 这个东西挺烧钱的 什么东西你玩到高端了都烧钱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 对于我来说 我没有那么去专业的说 高音低音什么 我只要我舒服 我做任何东西都是这样 对吧 我买摩托车也是这样 你说复古车我也喜欢 但是不是所有复古车我都喜欢 但是这辆车就是对我演员我舒服 对吧 这个东西你买它肯定是自己喜欢 这东西我也觉得就是你买一个东西 然后就自己喜欢才会去买这个东西 就像你买车一样 我也知道宝马一千好漂亮 你驾驭不了 但我特喜欢我这辆车 但是咱们就是会碰到有好多这样的人 就是你买完这东西 你怎么不买这个呀 这个比你这好啊 这个太他妈烦了 这个卧槽 这事真太烦了 我觉得它可以换一种方式说 就是说我可以给你建议 我觉得它是给你 它的初衷可能是像给你一个建议 但是它会很主观的角度去说这个问题 在买之前这样说 你这东西人都开回来了 卧槽你说人这不好 你还得了回班 不是这东西 这个不是朋友不朋友 这有点烦人 你知道这件事 就是你这个东西 这个也是一种自己一修养 对吧 就是一个修养 很重要的朋友之间的一个特质 我觉得是共情 就是在我干这件事 说这句话之前 我先不说虚伪 至少我说完之后 你别特别反感 我觉得这种共情方面 要有一个最基础的概念 这东西你要看不懂 不喜欢就闭嘴 对不对 我用我又不给你用 对不对 所以你买车的时候 我跟你说 我们的意见只是你一个参考 对 然后最终你要自己喜欢什么车 你买了 让自己后悔 我要把它都看全一些 然后最后选出来 因为这个东西 我觉得多元化比较好一点 就每个人玩不同的东西 多元化一些比较好 这也是每个人的性格 对吧 你说就是你让我买一个小湖内车 你说我行 我也行 看着也挺造型挺帅的 我上去我害怕 这玩意 你说我250 我来不了这个 250真的没有什么违馈感 你骑快了 我就挺害怕的 所以这个 它不能超过50 你知道吧 超过50都是危险驾驶 对 我这得慢慢骑 这骑太快了 你看 上次咱们跑山去 250的那个车的 那个回馈感爬坡 真的就差好多 我一档都玩命拧了 都到了 都到多少八千往上了 不是 它跟我换车了 那个车回馈感 吓得我脸 那不是 因为我看他开哈雷 好像他一直找 我前两天想到这个问题 我今天得在节目上说出来 为什么小韩到现在 他不换车 不换轮胎 你知道吗 我一直说 他说轮胎不好 一直打坏 他一直不换车 不换轮胎 我说你觉得车开不快 那你换辆车 或者轮胎不好 你换轮胎 他一直不换 就是因为他要保留这个理由 你知道吗 他要保留这个 我开的慢的理由 因为我但凡一旦车换了 我轮胎换了 我没理由可找了 我开的慢 我就没理由可找了 就换完胎之后 你这胎换了 怎么还开这么慢 没挂头 那天我说 我就把我的杜卡蒂给你开 因为我杜卡蒂 说实话 力道也可以 两条热熔胎 刹车也如撞墙 都很好 改的都很棒了 太凶了 太害怕了 他结果还是看了最后一个 太害怕了 一是他开起来 给你那种往前冲的感觉 还有你刹车 打就停了 不行 我现在我跟你说 我没这种机器 他又要还要换那刹车 更害怕了 因为我对车的这个东西 我对性能特别讲究 我回来就是轮胎刹车 链条 压盘 我都全部换新的 因为在我的感觉里边 刹车就是那种缓步的刹 我没怎么使劲 稍微给一点点 就停那了 我干嘛呢 这车条了 那你想这个车的动力 没有这个刹车 它是刹不住的 你明白吗 对 也有可能 我可能 我舒文森的 那个原因 也是因为我总会 留一个量在这 我不会说 飞到那个 没有权力以赴 对 没有权力以赴 他就是真的 那样玩命财 因为文森 他就是权力以赴了 他就跟你拼了 这个执念 对 他要 迷糊桃要挑战文森 所以我感觉 我越来越像精一了 我肯定是要挑战文森 因为说实话 我就是那种不服的个性 你要跟他刚一下的 你可以比我现在比我强 但是我会努力精进 我要超过你 但就像我之前跟你说的这个问题 你不要看到 开摩托车 好像我开的比你快 我就没希望 我就不去努力了 如果你真喜欢 你就得努力 你不说马上比我强 你知道要比之前的你自己要快 对吧 那你开卡丁车也是一样 就像我刚才第一次 上次跟Vincent去开的时候 他秒速是比我快 但我觉得 你可以拿 先拿我当对手 你追上我 你得追他去 我现在就能追上你 太轻松了 你太轻松了 你知道吗 他失败了 真的 没有 因为我们那天开卡丁车 卡丁车跟摩托车完全不一样 我第一次开那个卡丁车 然后卡丁车他一滑 我就感觉像摩托车后轮滑 摩托车一滑就会摔 你知道吗 他必须得滑 但卡丁车他不会摔 我后来才醒悟过来 他不会摔 你知道吗 他特别低 他贴在地上了 他特别 然后他过弯机值 又跟摩托车 摩托车我就直接倾倒 倒下去 我就过去了 但卡丁车他会扯着你 往弯机值特别大 你汽车有减震 卡丁车没有减震 我就不爱玩 我开车开也慢 你看我开汽车也慢 可慢了 我这里面也拼过去 我开汽车 我正常也就 所以你不要说爱罗伊 就是龙生龙 凤生凤 老鼠老鼠儿子会打洞 我可能性格就是慢性 所以爱罗伊也是慢 你别说爱罗伊慢 其实你也就是这样一个性格 但是我还挺爱运动的 他不爱运动 你这玩游戏 他也玩游戏 对 随一半 随这一半 你看很简单 就是我儿子 他愿意 他要去跑摩托车 赛车去赛车场 去练赛车 爱罗伊跟他说 我要买一架钢琴 对 这是不是就是一个传承 一个遗传的问题 上自行车那些 你们都看见了 一下就 吓死了 太危险了 对我下去 但是Quinting就是五分钟 他不会骑自行车 五分钟就自己骑的走了 对 这种 你像这种 我真是 您这 我自己 你之前骑你们没在的时候 就是你还没来清迈的 我们几个人骑嘛都 他更慢 你们爱去哪儿去哪儿 我就在后面慢慢骑 我开猴子都比他开哈利快 就这一条路嘛 你说危险 就是到现在 我越骑车越觉得害怕 因为就在第一次和第二次 我分别遇到两种情况 第一次是我第一次 咱们去大象馆 那天上路上 高速路上 我在中间那条道 然后我想往右边辨 然后我不知道当时我怎么想的 不是我在后面我看了很清楚 不是因为你想往那边辨 因为我们是跟着车队走 小蕾在前面走 然后第一辆小蕾 第二辆祝格 第三辆是小韩 他们三辆直接变过去了 因为三辆变过去的余量 他已经用完了 后面辆车已经顶着他们过来了 然后你没有发现 可能没发现旁边辆车 你就往那边拐了 我发现了 我发现那辆车了 然后我戴着头盔之后 我往右摆头 然后我想向他致意一下 我点了两下头 那看不见的 完全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你在点 你到后来跟我说 我都根本就没看见你点头 我才发觉 没有 看不见 你掉头是一定要打灯的 肯定要打灯 就转 你变道 这最基本的 变道你肯定要打方向灯 就按照正规来说 你要在变道之前 你就开始打方向灯 打方向灯 示意后方 我要变道了 再看有没有安全距离 再这样过去 你跟着他们车顿直接过去 我都吓傻了 我吓死了 然后我就往那边变 然后右边的那辆皮卡 就一加速贴着我 大概有三拳的 两三拳的距离 当时我心吐吐的 对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你很多 没有一个驾驶经验 对 没有经验 没有道路经验 我最多骑摩托车 我要自己出去 不跟大家出去 你们都不知道我怎么骑 哎呦 真是我那骑法 真是 风驰点车 哎呦 真的 他就是骑了一辆 他就是骑了一辆1200cc的车 然后他的车速是50cc的车 你知道吗 他其实1150cc浪费的 咱们说的这个 我刚才说的那个是 一个是我快 我想我想 我想超过 但是没按照正规的方式来行驶 还有咱们从 那天从山上下来 有一辆车 哎 他也抄你来的 我没 我没注意后边 然后有一辆 我从山上下完之后 到平坡了 有一辆皮卡 一直跟着我皮革后边要抄我 我知道 然后呜一下就过来了 然后正好他对面还会车了 然后就挤了 没说没碰上我 但也贴的特别 那车离我也很近 灰色的车 对吧 真害怕 我觉得是疯了 这个也我跟你说也是 因为就是山道 一共就两根车道 如果你开的慢的话 你把车道堵着 大家都会在后面一直跟着堵 然后堵一座山 这得堵多久 所以很多人 他在后面顶着你的时候 他其实就想超车了 但是在泰国一般不会按喇叭 不会闪大灯 但反正你看到有这样车顶着你的 然后你就觉得我车速不能再快的情况下 就让他先走 你靠边让他先走 否则的话你等于顶着他 但是他想随时随地抄你 这个也是上次小韩 我们去大县 路上碰到一个问题 后面车顶着你 他随时随地想抄你的 这个时候是很危险的 他会找时机 然后这时机就特别短 他势必贴着你 马上加油过去 马上变进来 对于你来说 你可能会一下子会 会害怕一下 或者说一下 就手抖一下 肯定会出事情了 所以你如果看到后面 有车顶着你 你就打方箭灯或是什么事宜 就让他先过 我现在就是强制强制血量 他骑半还给我来手势 那我哪看东西 他给我弄一手势在背后 我以为他腰疼了 对我在后势 我让他跟着我走 我让他自己捶捶 我让他跟着我走 其实摩托车 如果大家一起出行的话 手势特别重要 这也没人教我 半截来手势 只能猜 这干嘛 我开不错可能 因为我们以前 对手势特别重要 就特别山路上 如果第一个带头的话 你看到前面是可以超车的 我们会试一下 就跟着我后面车 如果我头甩一下 看到前面有车 就不能超车 就跟着后面慢慢走 这个特别重要 也跟骑行的经验 多少有关系 就像那次咱俩回来 有一辆车 就是主动的 会给咱们让出一条路来 然后你过去了 我还这傻傻的 我说这车干嘛 所以你就是没经验 我就最后 最后到拐弯处 我知道我不能再超了的时候 我才意识到 它是主动的 它可以让你 你记得我们那天 上山的时候 就是有一辆运稻草的车 它一直堵着 但是它一到有宽阔的地方 它就靠边停了 主动让 就让我们全部先走 然后它再再走 这素质 所以这个你要换位思考 就是我们是快车 我们顶着它了 它会看到 我要让你 同样的就是别人如果顶着你 你看到了 你也让它先走 这样就安全 因为虽然说我们摩托车 我们去超它的话 可能会碰一下 或者怎么样 因为特别近的距离 它也会感觉危险 所以它会让开来 让我们先走 我跟你说 就是在泰国 还有一种车 一定离它们远一点 就是送快递的 就是那种带箱子的那种皮卡 高箱子 它特别高 那个它们开的是极其快 但是特别高 也不管你那一套 就是真的是 而且它们路熟 天天跑路熟 驾驶技术也好 它也不太管你 说超你就超你 就说变腻一下就变腻一下 就是这个 而且就是绝大多数这种车 都是这样的 我去青莱去败县 然后包括咱跑山 就是我经常会看那种车 开的极其不规矩 而且就是弯道逆向就过去 就是少走一点路 什么站人家道 直接斜着切过去 就都它们就这样看 古城掉完头之后 进入古藤侧边的道 是要看后边的 确实我看到一辆 你说的那种运快递的车 也不管后边有没有车 它就过去了 它们就非常野蛮 就骂 它们就驾驶非常野蛮 所以你们就是看到这种车 一定是注意点 别跟它抢什么的 因为在泰国相对来说 大多数的车车速都挺快的 对 特意路了一下 哇 嗖嗖的 但是 我觉得它们能开到130左右 但是就是说 如果说你有足够的道路经验的话 其实我一直在强调这个问题 不是说你越慢越安全 其实有时候 你像小韩上次有几次 它的确是很慢 我就是慢了 慢了特别危险 让人抄我 后面的车一直顶着你 我应该贴边 对你要贴边 你不要去挡着别人的道 你慢慢去骑都无所谓 我是跟着大家一起骑的 你站着一根道 我也是觉得 我也是觉得一起骑更安全 但是一起 就我自己骑我就贴边 我就一直贴边 对啊 我们一起骑是一起骑 但是你要知道 我们一起骑走的一根道 一共两根车道 你一个人站了旁边一根车道 等于我们车队 把两根车道全占了 等于我那天贴边贴反了 贴快车道那边 但我一直觉得不是说真的就 我永远慢就安全 你反而有时候该快的时候该快 你慢的时候要慢 他们这什么都慢就开车快 着急 别的他都不着急 对 真是 这你平时那人的性格 就跟那打了那慢性针一样 你像我经常会晚一点迟到 接我儿子 从来都没有看见那个老师 给我一个特别着急的反馈 他们不急 一直陪着玩 就不急 就开车特别急 心里面得劲 没错 当然也不能成为我每次都玩的理由 这就是这样 别着急 招绳子 没什么急事 他们这边 其实 我是觉得如果你 规规矩矩的走自己的道 其实还是相对来说安全 因为他相对来说这种鬼探头 或者说电瓶车 还是比较少 是 不是比较少 几乎没有 没电瓶车那种东西 我买了一退了 对 但你那种是不能上道路的 没有牌照的 对吧 就是小巷里面可以走走 但马路上 你这种大路上是看不到这种车的 他那也没有路权 是吧 那东西 有没有路权 反正这个车一下也没牌照 怎么说呢 你按照道理来说 也不能上道路上走 关键你 那电瓶类的车 你也怕到时候走 走一半没电上哪儿冲去 对 这边还没有苦急 加个球走了 对 确实也是 你没事 就是他你买那个 主要诉求 不是接送孩子 对 对吧 我看那个学校里也有那车 就也有那种 我就是因为看你一个宝妈妈 然后天天拿那个借 所以我觉得那还挺安全 挺方便 也不快 对 咱那跑题已经跑到哪来了 天哪 都已经聊到电动车了 又开始就是聊 聊这个 就每次就莫名其妙的 咱几个人就一聊聊聊 跟这话题走走走 越走越远 咱今天聊什么来着 朋友 你不是要聊朋友吗 对 到现在也没捧 这到现在也没捧上 这咱聊会不要不 咱聊一会这个主题 咱又说着这个 这个朋友的问题 你平时就是 就咱也先聊天 你会和朋友吵架 吵架真正好的朋友 怎么你们拥有基本相同的 闹别扭 闹别扭 跟我最好的哥们 就非常少闹别扭 除非就是 我们俩在聊不感兴趣的话题 就不接话了 也就是这样 我不会跟他闹别扭的 当然 小的时候 可能会因为一点 游戏方面 讨讨论一些事情 会跟他有点激烈的争吵 这是意见不同 这不算争吵 对吧 这只是讨论一个事情 意见不同 这与人性无关 是不是 对 我之前有一个 这个我觉得讨论问题 意见不同 去争论一个问题 我觉得这挺好的 就是没有争论 反而就 也没什么好 好多了的 如果都是同温层 但说这个摩托城好 就好 都好 我也知道这个好 就没有什么太大的 支持吸收量 对吧 但是就像我以前 我跟我大学同学同桌 然后住得特别近 我们那时候就闹过矛盾 就比如说有时候 我等他等好久 他没来 上学时候 然后我就先走了 我就一下赌气 我就先走了 然后那我不开心 但是真的 就是那么多年 潜意在那边 可能就我下课 我买两个鸡腿 给你一个 就好了 因为这个东西 没有一个说 真的是很大不了的 或者说原则性 什么问题 只是说一时别期 如果他晚了之后 有个歉意 我觉得还是可以继续的 因为那时候 可能就是他老晚 老又晚 然后我就好几次 不是一次 就好几次 我可能就 你也够耿直了 对 我就 晚饭要再去 晾晾他 对 我就走了 因为我本来脾气也直 但是最终 其实大家都知道 没什么原则性问题 可能就 买个什么东西 我其实 我特别讨厌吃到 是 我都会提草到 我原来特别 我会卡点 但是我不喜欢 我吃了 原来这是特别 我卡点都不会 我基本上都会提钱 到这边发现 准时是 是个 笑话 那你跟 你跟法国人 我已经在上海 我们在上海 跟法国人的聚会 定12点 基本上全部到齐了 三点 这个就这 傻我啥了 这就是他们说 This is French party 就这样 我傻乎 我12点到了 一个人都没有 在这 三点钟才来 还想浮玩取水呢 你在这 要跟泰国人 大部分人就定个时间 今天到了就没迟到 今天来了就行 也不是 也不是 你说的可能就是 如果说大家一起聚会 他们会这样 但是如果真的定时间 做事的话 我觉得还可以 没有像法国人那样 就法国人真的是爱吃到 就没有时间 但是我那哥们就是 他故意会把 那个手表调 调早 调快是吧 我的车 车上的时钟 我都是调快五分钟 我调快一小时 我就这习惯 我调快一小时 我这必须 你看我这现在的表 我这已经在这 现在我这个 他是国内的时间 你那就是不准 那二手的 电子表 我都不准 他是国内的时间 哎呦这太难了 所以现在 现在我对于这个东西 我就觉得随远 那合得来就合 合不来 乃无所谓 对吧 就不要去强求 我现在任何东西 我都不愿意去强求 那么谁有说 就我抓你 我必须跟你交朋友 不是 我就得跟你玩 你这已经有在抬杠 不是说必须 那个东西 那比如说 有些人说 哎呀 我就 就比如说 都玩这个东西 哎呀 抬头不见 低头见 哎呀 我就委屈一下 他可能都没听懂 我说的是什么 他说我要跟他抬杠 我说这 这东西 我就是反过来说 这一个开玩笑的话 我说哪有人会抓着你 必须跟你交朋友 我就是必须成为你的朋友 你不跟我玩不行 我就得打死你 对 没有这样的人 是没有这样的 那你说 那你说我们现在 两次好汉都不能玩 对 那你说那些 现在那些迎合的那些东西 说必须要交朋友吗 也不是呀 只是说 他觉得我某一方面 我是需要他 我只能委屈一下自己 我去迎合一下 那这也不是说 我必须要 你要跟我交朋友 对吧 你这个又太极端了 哎呀 他还是没听懂我说什么 天哪 哎呦 沟通都出现障碍了 已经 我是说你说的对 是 就是随缘嘛 对吧 哪有说人 我今天必须跟你交朋友 我这 他听不懂 这个北方梗吗 这个天哪 真是 你觉得是我说错了 还是 我真是 你听懂了吗 哎呦 累死我了 这是 这是语言障碍 这个 这不是说 这不是话题问题 这是语言障碍 这个 这个问题 我干一下 就上次我们上一期聊的一个问题 我说 我说我们上海现在缺少了快乐的穷人 嗯 那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但是他非要跟我说 那有些人长得就是这样 我 我 我长得就是一些很不开心的脸 那不是同一个问题呀 是不是 怎么长相跟有钱搭个上了呢 对啊 我说的是 我说的是什么 上海少了那些 快乐的穷人 就是说 可能以前的生活状态 我没理解 这个 我说的是 就是你看我大部分说的都是一个开玩笑的 就这种 但是 但是 但是我们在讨论一个问题的时候 你很容易去把一个 你去开玩笑就把给扯掉了 对 这是我的说话方式 所以你就是 对啊 所以 所以没法 就没法沟通 你知道吗 对 就我们在讨论一个问题的同时 他会跟我说 我们比如说讨论这个杯子 这个饮料好不好喝 这饮料本来就是黑的呀 那扯到其他就变成 去讨论这个饮料是黑的还是白的了 就 到其他一个地方去了 你明白吗 你再给那奶盒人拽回来 对 对 是我得拽 对 这又能怎么样 他是不是黑的 对 所以有时候 有些观众说我抢话是吗 我真的特别累 因为我要去 去把它扯出去的东西 我得拉回来 今天你发现没有 我都特别不拉 我刚才在旁边不说话了 我特别不拉 所以就聊到电瓶车了 就扯开了 就已经到电瓶车了 对吧 就到电瓶车 后来就慢慢就要冷下来了 对吧 就到电瓶车了 咱刚才又聊到哪了 又出现了一个这个分歧点 对啊 所以我就说 我们就有时候我想讨论一个问题 我希望就深入一点 我们可以发表一点自己的观点 去讨论下去 但是有时候讨论到 刚讨论一个头了 他就跟我扯到 谁还有人转着呢 又不知道去哪了 这个东西 这个你可以 就是这个 就是我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可以就是 我说完这个 你接着去继续说呀 你可以继续继续这个话题 对吧 然后你又忘了 对啊 因为 因为我有时候很无奈 你知道吗 因为这期节目 这期节目 我们不当成一个节目 我们可能就当个吐槽一样的 就是有时候我就 我就很无奈 比如说我有时候 其实定了一个话题 我讲了 做了很多工作 想聊的东西 我举个例子 就举刚才那个例子吧 比如说我说 之前那个 陈南星老师说过 上海 少了快乐的穷人 这个东西 我想深入去了解一下 去聊一下 可能说 是因为压力吗 还是因为物价 还是因为什么 但是你一下跟我扯到 你有些人就长得 就是这个脸 你就变成扯到 后来就扯到哪里去 扯到一些做卖面的人 他他就是 就是很臭的脸 就扯到那边去了 就我在 我有时候去抢这个话 是想把这个拉回来 不拉回来就不行了 就不知道扯到哪去了 你知道吗 我都走私了 刚才你 反正咱也不是一个 多严肃的 这个深入人心 你刚才一说 那个快乐成功 咱们给大家呈现 其实就是我们 平时的聊天的状态 不是 也是这样 对 但是 但是我是觉得 就是 这样的状态 放松的是很好 但是一期 两期 三期这样 如果你长时间 这些一年 都是就干枯了 你明白吗 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个主题 去围绕这个主题去了 可以去扩散 扩散 慢慢拉回来 但是 你要知道 你每次 就是过来做完节目以后 就不管了 但是我每次在那边剪 我一个节目 我一个多小时 我得看两三遍 我会发现这个问题 就说太散了 哪天可以剪出一个不同风格的 这没法剪 我不会 我不知道 这个东西没法去剪 它不是说我们拍视频 这个话题 可能我做一个特效 做一个什么 做个慢动作 它的感觉就不一样了 因为电台节目 这个东西 就是一个聊天过程 我最多把这点敏感的东西 我给掐掉了 剪掉了 那我里面不可能做什么特效 因为音频这东西 我做特效 你也看不见 对 我觉得每个人 对于好玩的东西 可能同样说一句话 你就觉得好玩 我就觉得不好玩 其实每个人剪出来的 如果是片子的话 可能你剪出另一个位置 视频剪辑特别重要 视频的剪辑特别重要 你可能可以把一个东西 剪得特别艺术化 可能换一种方式 剪成墨具 又变成搞笑的 这个是特别重要的 但是音频这个东西 基本上我们是 咱们是一起合成的 基本上都不剪 没有什么 你知道吗 就这笑点 每个人他不一样 每个人对于好 这个东西好的感觉也不一样 就像比如说 我说我特别喜欢刘刘哥 他就特别讨厌刘刘哥 对 我都不喜欢他 我特好 那哥们喜欢烧饼 然后我就觉得 当然也算得便舌的烧饼 但是这个东西就是 这个东西 就个人喜好 这个东西是因人而异的 因为每个人不是人民币 我都喜欢 对吧 那有喜欢有不喜欢的 很正常 这个东西就是因人而异 但是就是说 我是刚才说 回到这个问题 我就想 节目还是要 就不能太散了 因为散了 其实我剪视频的时候 观众也都习惯了 你们这种放飞自我 又拽回来 放飞自我 又拽回来 这东西 你说特别的集中精力 不是说集中精力 我可能就是真的 你要是集中精力 在讲一个事情 不是在以一个 就是谈话类的这种 就是咱聊天 平时聊天的状态 你状态不对了 我可能就 我不喜欢这件事了 也许就 就你让我跟你 就讨论一个话题 咱们也就是说 假如说你要放在桌面 咱今天讨论这个 我讨论这个 对吧 我觉得可以这样 以后你们就 我还是坚持着 我还是坚持着 我的那个观点 就是这个东西 谁喜欢谁看 就是就真是我 还是坚持我这个观点 就是你要喜欢 就是我们这种风格 那就继续看 那你要不喜欢 你就看别人 对不对 这个我承认 但是说 我剪了几期视频下来 就是不是剪 我就没 我们现在录完以后 每一期播你还听吗 听 对 你会发现这个问题吗 就很多期都是 说的很多内容都是 重的 就是你看 就是有的时候 就是这个出现 就是出现什么东西 你看假如说 今天换了一个 这些嘉宾 或者换了一个来宾 其实就 又跟那个 就是这种感觉 就跟工作一样 还不如今天就这种 这种状态 我觉得这样是最好 我觉得这样 跟咱在外边聊 有点什么争议 这还挺有意思 来了以后 你好吗 你好 你早是以前干什么 你来这干嘛 这没意思 这个真的 没劲 还是这种状态 就挺好的 就这种状态 他可能想表达 就是要聊到一些有深度的东西 不是深度 就是说你至少 要有一点不一样的东西 每一期 要有一点不一样的东西 这个东西 就得跟每天去 给自己补充 对 这就说到重点了 你得每天不停去看 吸收一点东西 就像我上次 为什么聊到上海这话题之前 我会去做功课 我去看别人 去了解一些上海以前的一些东西 但是就是 我会挑取一些 可聊的这些点 你明白吗 这些点我们可以大家去讨论 但是还没讨论之前就散了 就包括你之前在跟我说 可以让我参加这个节目的时候 我就会让自己就是 看看《腔腔三人行》 对 去找一种感觉 虽然没必要 虽然我没有他们 对 我理解小韩的意思 他一直说没必要 我们就这样 但是你 那是因为你们熟了 因为我是第一次参加这个节目 不是 他不管熟不熟 他就觉得我就这样很随意的 但是这个节目 如果要长期做下去的话 我可以说 我们肚子的东西得补充 就是得补充 一定得补充 一定得去看新的东西 因为我 我首先就是这个东西 是这样的 我录这个就觉得好玩 不带有什么 就是这种想法 我没想太进步 或者怎么样 对 就是这种东西 聊天 就是你看见什么 我觉得你就是天天拿嘉宾找乐 对 我看见什么 然后我高兴什么 然后或者是 就发现什么有趣的事 包括咱们就是生活中碰见一些事 就可以拿出来讲一讲 聊一聊 聊天 你要说就是 我把它当做一个工作 或者什么的 那我唱歌就完了 对不对 我干这个干嘛 我唱歌直接能变成钱 对不对 我就聊这个干嘛 我不是 这不是一个 就是有意思的事 我把它当成一个有意思的事 去做这件事 然后我就觉得好像 它是一个挺有趣的事 然后每天你要让我做功课 然后你给我形成压力了 那我真是 我来不了这个 我在家玩游戏不行了 就真的 就这 你让我跟讨论出来 就跟你想 就什么枪枪三人形 什么陈丹青那种 这种我们也讨论不出来 对 他们聊的太有深度 我还得学习 我这玩的时间都已经排不开了 还有学习太累了 这真的是太累了 我感觉这一期我都怎么 我都怎么剪 这就不用剪 就这样 剪什么剪 就是他内心真实的想法 你剪什么剪 这就是节目效果 对 节目效果 对没错 但是就是说实话 我有时候 提前排练 我有时候做了以后 就看了时间长了以后 其实我要换位思考 我要作为一个观众那边 去换位思考 我打个比方 比如说周立波 一开始周立波出来的海派亲口 大家觉得特别有意思 特别有意思 但是他老是那几套 大家就觉得没劲了 就像我为什么喜欢 郭德纲得音社的东西 他不停的有新的东西出来 他们的一些东西 也是不停的在学习 在补充的一个过程 对吧 他们的更新频率 也大概在三个月 再翻一些新的 所以说上海的滑稽器 这个方面 一个是我们之前讨论过 它的语言方面问题 另外一个 它的更新真的是 大多数人就爱 怎么怎么样 反正我就老的那些东西 精灵他拿着来报一下 吃老本 那种艺术 艺术类的东西 你在吃老本 这样反复看 然后就包括你这些 就是抬口 然后就所谓的包袱 就观众都已经背下来了 对吧 你下一句要说什么 然后观众都已经知道了 这个就肯定是这样的 但是这些东西 就是有一些传统大段 然后他们为什么还在说 对吧 因为这东西不能丢了 像郭德纲也是 就是他们在说一些 传统的那种 大段子小段子之后 他们会加一些 其他自己的那些东西 对 有是有新的东西进去 然后你就感觉好像 就老的那些东西 他会作为一个 像基本功一样的 在去练 一些罐口在练 但是新的东西得去补充 他也在 也在锻炼着他的观众 因为他们在表达一些 就埋下一些包袱的时候 是最近新潮的一些观点 对 一些事件 对 你说出来你听不懂 这方包袱也不行 对 我就是说 你不是说我一定要去 什么拿个课本 去学 但是说 我们得去补充一点 新的我们不知道的知识 因为说实话 我们这点东西 跟恰恰三十星那种 不能比 因为他们的知识 阅历 经历 太多了 对吧 但是你不能说 你不能说就像你刚才跟我比赛车一样 你不能说 哎呦 你就是快的 我比不过你 我反正就这样了 那也不行 我没比之前 我可牛了 对吧 对啊 没比之前你感觉 你感觉我可牛逼了 但是比完以后 我会明显感觉 你就泄气了 你就想我不想跑了 我不想玩了 对吧 但是也不能这样 没有 我如果要 我如果要 比较精进了 我如果要 我如果要 唱败了他 我估计 我未来还要跟他杠 这是一个 什么心态 这是 这感觉真是 就是 你看你平时也是 跟你聊天聊挺多的时候 你也是就挺喜欢开玩笑 或者是比较放松的 这个一个状态 但是就是 有的时候和他的聊天的时候 我说完之后 就是发现他没有反馈 他可能就是 没听懂 或者是就是 他 就是没 没理解我要说什么 这个也是 有的时候就是 就是你看 就南北方的一些语言上的差异 就是他们就是 对于咱们那边的 感觉认真了 这事 对认真了 对于他们来讲 就是咱们这一句玩笑话 也不是 不是 就是我是觉得 开玩笑 OK 但是如果说 真的去 我们在说一件事情的时候 就不要老是用开玩笑的话去岔开 有很多观众可能不理解 为什么我 因为我要 我很累 你知道吗 就是一旦岔开 岔到以后 聊一个东西 其实像刚才一样的 我就没去拉回来 聊到后面就 到尽头了 大家有点 有点三个人看了 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所以我刚才就低着头 我也不看你们 然后我就等 我脑子里 我脑子里边还是有 有那根弦 我自己会往回说一点 对我已经忘了今天的主题 对所以 这就是问题 你知道吗 他就扯 他这关扯 扯出去就没了 然后今天他只能 他没办法 就没有话聊了以后 他就自己 我 我们再扯回来吧 今天我们聊的什么话题 就没有到没有话 再扯回来以后 这个感觉就特别怪 所以今天是一个实验性的 对吧 我就 因为今天我是跟小学说 我说最近聊什么 他聊朋友 好 OK 我说这星期你来主导 你来主导聊朋友 然后我就 就顺着你的在走 OK 这扯到后面就 等于就 你得自己感受一下 这种感受才知道 所以我有时候 在录的时候就特别 我得不停在下面想 下一句 下一句 下一个话题是什么 你知道吗 就不能扯得太远 我当然 就顺着说了 很顺的 对 很流畅 对 很流畅的 也聊了那么一个多小时 基本上就是 你说这东西 你非得要 把它规定性 咱今天就跟念稿一样 不是 哎呀 你还 他可能想要 就是有肉 有点 对 有点变化 有点内容 有点 你不能说 拿一个东西吃老本 就是 吃下去 对吧 就像我们做 就剪视频一样的 我也要去学一些 剪剪辑的不同的方式 那些东西 也在不停的学习过程 那你说 我学它干嘛 我有空打点游戏 那反正就这样 看不看 那也不行 因为 毕竟我喜欢做这个东西 像我们喜欢摩托车 我喜欢摩托车 说我得去研究 他这个几缸的 为什么现在新款的 要买那么贵 对吧 他的器门怎么工作 那得去了解这个东西 其实王一国那期 我还是认真听了 觉得那种热点的事件 我觉得那个还真的 他能够聊出一些 因为那个正好是我 我正好有朋友在做这个东西 而且我们以前也是一个车队的 正好去聊聊这个东西 那天就主要的事就围绕着一件事 对 确实是围绕着一件事 但是现在如果放一件事的话 绝对跑偏了 可能题目也大一点 说实在的 说实话 我是不敢聊到具体的事的 因为如果 因为我不想搭理的人 如果一旦我把这个事件的脉络 我把我的想法都完全展现出 大家都知道了 大家都知道了 然后我们可能未来会就有一些交集 那我就是觉得 我觉得跟你待一起就累 我就不想有交集 对 所以我关系不好的 我就不要展开说 如果关系好的 一说就显着 咱俩好像就因为这件事好一样 其实能跟一个人成为比较好的朋友 他是很多件事 然后串联起来的 这其实跟一个朋友好 其实是生活点点滴滴 他的一个一句话 他的一个关怀 比如说 我以前有好多朋友 但是就是我妈生病以后 包括我后来经过了很多事情以后 我是发现有些朋友可以抛弃 就抛弃 就没必要去 但是我妈生病了以后 我那时候我说过这件事好多遍 我一辆摩托车 我说要卖掉 因为我想留点钱 万一以后要用钱 然后我就跟我身边一个朋友说 其实我们也就是不是说特别特别要好的那种 但是也挺好的 我说我这辆车市场价比如说五万块钱 我如果你要 因为他之前说喜欢这辆车 我说四万块钱给你 然后他说 你为什么买车 他知道我很喜欢那辆车 我说家里出点事情 然后跟他说了一下 他说你车别卖 你喜欢的车别买 然后你去多少钱 你跟我说 就这种情况下 我会发现哪些是真的朋友 但是也有人跟我说 四万三万五怎么样 他会趁我打劫 对这太傻逼了 对吧 那这种朋友 这不是朋友 这他妈占你便宜了 这种人 这种人 你就不需要去留一线好相见这种事情 那以后不要见了 不要相见 怎么留一心 但是我不要留了 说心里话 真说你有什么问题 你张这个嘴 对吧 然后首先这个东西 你张嘴了 你肯定是拿他当朋友 然后你张的这个嘴 但是这个东西可能会有惊喜 会有意外 一旦出了这个意外 你都在开盲盒 真的 都在开盲盒 对 关系有些朋友 开出来 你像我那个朋友 是我都没张嘴 他主动跟我说 你别卖 你缺多少钱 我去凑给你 这样的人 少 这样的人 我觉得我一辈子里面能遇到有两 一个两个 我都很庆幸的了 我觉得我身边有这样的朋友 我就足够了 有这样一个两个朋友 包括我大学那个同学也是 知道这个事情 马上跟我忙前忙后 什么 包括另外一个朋友帮我找医生 人家不图任何东西 也不赚我一分钱 对吧 他们会帮我忙前忙后找医生 怎么怎么帮我弄 那些人我会记一辈子的 对 这东西其实交朋友来讲也是这样 你可以占我便宜 但是你别 你别当我傻 对 但是你别觉得我傻 反过来也是一样 我占了你便宜 对吧 我心里要感激之恩 对吧 我可能会用其他的方式去回馈你 但是就算不回馈也好 但是我心里念着你这一个好 是 也就可以了 对吧 就是作为朋友来讲 哥们来讲 这就可以了 也没那么计较 但是你要说 这占便宜占习惯了 这个事我不占便宜难受了 这也千万别做这件事 这就跟人性有关系了 他就是一切都是工 一切都是他的工 因为有时候 有时候大家在一起 什么也谈不上什么占便宜 对吧 就比如说我出去请你 是因为刚开始你来的时候 你还很介意这个东西 什么老师我买单 什么 我说我不介意这个东西 但是我现在也特介意 就是我希望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就是 咱们永远不要因为钱来影响关系 这时间长了 挺烦的 但是我是觉得就是你比如说我们出去吃饭啊什么我就买 因为我也习惯去买单啊那些 其实我都不在意这些 最终还是回到那个问题 就是说 但是你别当我傻 你别觉得就理所当然 对吧 这个事情我之前碰到过好多次 我以前开店啊什么很多很多次我会一开始很随意的啊什么的 但是到最后他会理所当然 这个就特别讨厌了 他开始深色找你要了 对 就是就你不给他的时候他就觉得 就觉得这事我就应该了吗 我吃你不应该吗 对吧 就是后来难道不应该你花钱吗 对 就变得理所当然了 为什么呢 你哪应该给我的钱 我没钱就应该你花 我操这个是强盗逻辑了 这真 就我真的有这种 就是身边有这种人 见面之后会 还没吃饭呢 这饭还没吃呢 上来的咱那一块坐的啊 就是一块老长时间没见面 一块坐的 见面问你 你今儿请我吃什么 我操凭什么呀 我的妈钱不是我自己赚的呀 但是在他的逻辑里边 这个东西是自洽的 他很多人的逻辑是什么 因为你有钱你不在乎 对 但是我以前我也有朋友 就是我们某一些事情吧 然后我是觉得这件事情 花的钱挺多的 我们大家要去分 但是有限局觉得 反正他有钱他不在乎 我说他有钱是他的事情 我们两个如果能成为朋友 不是因为他有钱要成为朋友的话 他有钱帮我披着 是应该在这个朋友当中 两个人是平等 因为你如果说 因为他有钱 我就蹭着你 蹭着你吃 蹭着你喝 你就无形之中 把自己的地位给降低了 他不在乎这个东西 他要在乎 他不用这么说 我收小弟不得了 对吧 你给我干活去 或者怎么样的 你这出来之后 然后两年没见面 你见面这东西 对吧 你就客气一句 对不对 或者怎么样 我请你没关系 对吧 你下回再请个我也没事 对吧 你是不能去年见面就这样 今年见面还这样 对吧 因为朋友 快过年了 你不送我点什么这个 他就那样 因为朋友之间 如果像我们出去吃饭 今天我买一顿 明天他买一顿 其实不会去算了多少戏 我今天买了两百多 他明天买了三百多 我想差价一百多 那种就不会真正的去计较 真的计较的也不会是朋友 但是就是说 你不要像他这样 就跑过来 我理所当然跟你出来 我就一分钱不带 我就给你请我吃 你是这不 那种我付了钱 我都不舒服 所以为什么有些人说 在泰国我被罚钱了 我都很舒服 因为他的态度很好 警察很 消费 他觉得像个服务行业一样 我收了你的钱 然后就是态度 他会觉得很舒服 但是就是说 不要我花了钱 我还不舒服 那对 他自己也很痛苦 他天天出门 就没捡钱就叫丢 他也一直处于那种状态 不是你这种 那你就别出来了 对吧 所以我 我出门不捡钱 我是挺喜欢请大家吃饭 请大家玩 但是我真的很怕 有人理所当然 因为我碰到过太多事情了 就变理所当然了 这是真有 这个每个人身边应该都会有 因为我身边就有 我都跟他们说过 但我们不去提这个问题了 对吧 但是 等我慢慢的开始脑袋转过来的时候 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太草蛋了 但是以前 小的时候 你这么说 我又觉得没有什么问题 说实在的 也得看自己的 你能不能意识到这东西是有问题的 因为很多人有些人说 A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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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对于 比如说我们一大棒子人 一大棒子人出去 有些人熟 有些人不熟 我觉得是OK的 但是如果我跟你两个人出去的话 我觉得就没必要 就是大家 关系都很好的情况下 我觉得就吃个饭 当然大事情 像开卡丁车 我付了钱 那一截多少钱 我还是会跟你们收 对吧 但是如果吃饭的话 我觉得就 没法去细算 你知道吗 吃个饭 你掏完大钱之后 我给完你这 我心里可舒服 这会给完我舒服了 我不给我老小 有的是对 这他说的也对 他可能你这个觉得你 我有时也会这样 我特别爱请客 我就特别爱请客 我就出去 就弄我接 就想起来接就接了 但是你这样会给别人造成压力 人家 我还真有朋友 就这样跟我说过 他说 你弄的我 你喊我吃饭 他就弄的我特别 你弄的我喊我吃饭 我都不愿意去了 因为没有 没有什么大钱 就造成压力了 我们出去吃饭 能吃多少钱呢 对吧 但是我这就特讨厌 其实我也 要不然带个包 我也有时候不爱带钱 对吧 你也不带钱 对吧 我也不带钱 我都扫码 现在 因为你吃素 对吧 这个吃素也吃不了多少钱 吃饭 这个养着你都行 对啊 你就吃个素 你开个卡丁车 我都不能请你了 对吧 吃个素 吃两片叶子 能吃掉多少钱 对 对 刚才就说这个 理所当然这事 就说这个 就是生活中 理所当然 一个就是钱这个事 也别拿钱去考验谁 真的 就真的 也不能拿钱去考验这个朋友 这种东西是不 别没事 开这盲盒 对 还有一个 就是 这个 就是你生活中 这俩人相处这东西 俩人相处这东西 但是你说 你说不要拿钱 去考验朋友 但我觉得从另外一方面来说 真的 你有一件事情 真的能去辨别 哪些是真朋友 哪些是假朋友 对吧 真的得通过事 不光是朋友 家里人 你如果说是 你如果是抱有这种观念 而不要去拿钱 去考验朋友的话 你可能永远都不知道 你身边那些人 哪些是冲着你前来的 有些是冲着某些目的来的 他不害你 就是他这还没害你 对啊 就还行 对吧 还没害你 但我可能就是 我们以前能做生意啊 什么碰到我太多事情了 我现在是 但凡我知道你有这样的心思 我都不会给你第二次机会 因为我是发现 我经历上就有 他会害你第一次 绝对会有第二次 这害你和铃铛别论了 这事啊 就假如说 我们不说 我们不去说害吧 因为这个社会上你说 真的从凶极恶 特别坏的人吧 现在也不多了 对吧 只是说有些方面 他不说害你 但是他会损损你 怎么就有些说损人不利己吗 但有些人就是 有些是损人利己 也就算了 但有些人他会损人不利己 那不还是害你吗 可能你们觉得说的是害 但是我们觉得害是那种 真的就挖个坑 不不不 挖个坑给你跳 那种我是觉得是害你 就祸害你 那种是害你 但我说的就是说某些事情 他就 他就给你弄点小动作啊 就就就就搞搞你啊 他就妈讨厌了 这也烦了 就搞搞你啊 那种事情 这些烦了 这真的 我觉得这种事情就很多 真的你说害你 挖个坑那种 其实相对来说 现在是真不太多 对吧 你说穷雄极恶那些 今天算计你一大人过两天 我得就杀了你 就霸杂了你的妻儿 天哪 这种其实现在就基本上 但是普通生活里面就是说 弄点小动作啊 这种 这种人我基本上 给我发现第一次 使个绊子 我就不会 我就不会再跟你做朋友了 对 不规矩 这就是我说的 我的交友洁癖 我但凡发现 你有这样一点事情的话 对不起 我不会给你做朋友了 这辈子都不肯做朋友了 你也就没必要 继续跟他处事 你也来担心 这也真是 但是 但是有人 就是我们性格问题嘛 但是有些人就 我跟国内上海 有些朋友去聊过这个问题 有些人就跟我说 我不喜欢他 我知道他坏 但是我会比他更坏 你既然你害了我 比如说你骗了我100块钱 我会想办法骗你200块钱 就比谁厉害 神经病 这也行 也会有这样的 你知道他害你的 我会想办法 我会让你付出更多的 我也身边也 他说没必要 就脸上开 明知道 心知肚明 大家不要去挑明 他们会 有一些朋友会觉得 你太直了 太刚了 不喜欢就不喜欢了 但没必要 就是我面上还跟他好好 但是我知道他是这样的人 但是我会让你payback 也是个狠人 对啊 不吃亏 对啊 不吃亏 这也真的 但我是做不了这种 就脸上一套 背后一套 我做不了 对 这个 又不是在工作中 是吧 工作中 这些东西 有的时候是要把 把肠子找回来 这个就不是朋友了 这个工作 同事啊 这种东西 就是同事啊 或者是生意伙伴 这东西 有时候你可能没法选择 对 对吧 就是你派到这了 或者是怎么样了 工作是另当别论了 对 因为工作你赚一份钱 你得忍受一份的压力 对吧 但是你朋友 你可以自己选择 你非得知道 他骗你一百 他骗回来 这个干嘛呢 这个跟每个人性格不一样 有根性 他可能觉得我交一个正常朋友 那你发现吧 你身边朋友有些人 你会发现 这个人是挺有心计的 就有些人是因为 他挺直的 对吧 有些信 就比如说有心计的那些人 可能就觉得 你面上会跟你吓嘻嘻的 背后做什么事情 不知道 但有些人就直的 我脾气就直的 我就那么不喜欢你 你跟我坐在那边 我就不想跟你说话 我可能就碰到那 就你说那种有心 我不跟他玩 我觉得你有心计 我不跟你玩 算了 不跟你玩 不就是跟我一样 就不想跟你吐 也不想跟你说话 不跟你累的 你不把他做成朋友 不得了 累的 但是有心计那种 他掌握的那些知识面 还都非常广 其实朋友本身就是 无用的 你要把它都变成 就是立关系 就意思 不就傻玩吗 对不对 玩吗 对不对 你玩就要再玩出矛盾来 就不想一想吗 就想想这问题 玩都能玩出矛盾来呢 就是 我就不明白 玩你也能玩出矛盾 我天 太累了 这副东西太累了 真的 就吐了 真是 你两个人坐那 每天在玩 两人玩一东西 就因为你这 就是假如骑摩托车 因为你骑比我快 我给你玩 有 我没跟谁玩 你说 我这 因为你们骑的比我快 我还是每周坚持着跟你们去 对不对 我也没说别的 明天也可以玩 我都没劝你们骑慢点吧 对不对 你们慢点等会我都没劝过你们 我就你们爱骑多快 骑多快 这个就是 你看 我自己有我自己一个心态 就是我自己就慢悠悠的心态 挺好的 我就有点着急 不爱上令 大家都在一起骑 你们骑快 你们还得等我 对吧 就你们骑你们的 反正我也能到 以后咱买可乐 哇喝一口走 别点咖啡 中一口就走 目的地 我是觉得 这骑车快慢的问题 我一直在跟你讨论这个问题 就我能快 也能慢 但是我是觉得 快有快的玩法 慢有慢的玩法 你不要让我 骑了个快车 去慢的玩法 不要拿个慢车 骑快的玩法 让他舒服的骑就行了 我觉得你的节奏舒服就可以了 其实这东西也是 你看就是 它是 就是一种娱乐 就是你把它当成一种娱乐 包括这边景色都多好 就为了光为了景 咱们就过去骑 对啊 我是骑个踏板车出去 我也愿意 对 就是一个娱乐 就是转一圈 然后特别充力 然后大家凑一块说会话 骑车能有多好 咱俩那车一模一样 你知道吧 我也买的黄色Zoom 就不知道的 什么玩意儿 你买了一个那个 那可不好骑了 怎么不好骑 我摔着 挺好骑的 摔着了 摔着都不好骑 他那时候还跟我说 我这辆车上不了100 我说不可能 我06年的车 110的都能上100 然后那天我开了他的车 我还给他开到100 我还给他照相 小冯冯说 我真没骑到过100 比优手还快呢 我真没骑到过100 low 往上low没事 他没有 我没有这场景 你没长 你没长得右手 我那30麦那天 不就摔趴下了吗 那天 那天就一拐弯 直接车走了 我在那 咱们可以骑一下 好了 我们不瞎扯了 一分一个小时半了 好 我们下期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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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